OdioJungle 1月15日,上海政协官网有消息称,上海市政协举行12届44常委会议,市政协主席吴志明出席并讲话,会议协商决定调整,补充的13届市政协委原人选。 至此,13届市政协委原名单产生,共835名,但新一届政协名单中,没有吴志明,吴志明被报是江泽民的侄子,其父亲原名叫江泽宽,是江泽民的弟弟,因舅舅家吴子,过继给舅舅家,改名吴德新。 吴志明曾任上海公安局常和政法委书记多年,在上海横行一时,习近平上台后,2012年5月,转任上海市政协,近年来多次传出遭调查的消息,上海市江泽民的老巢,江派在上海官场、商界、司法建树,十多年来,形成了盘根错节,相当复杂的关系。 江泽民登上其职吴志明,把持上海政法系统,吴志明在任职任上海政法委书记,近11年,即兼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8年期间,制造大量冤家冤案。 此前,港媒多次爆出,吴志明,已经被中纪委盯上。 2017年年初,海外多家中文网报道,2012年转任政协的吴志明,被中纪委约谈,而且其几个副手先后被查,其中包括被称为上海滩LDQUO,头号打销LDQUO,的陈旭。 2017年3月22日,上海市检察院原检察长陈旭落马,曾任上海市政法委副书记的陈旭,是吴志明的第一副手。 香港争名,2016年9月号披露旨,中纪委在2016年7月中发布内部通报。 截至2016年6月底,向纪委等有关部门自首交代违法违规行为的线人合理,退休。 党政官员及国企高管有7228人,他们上交非法所得的财产市值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,这其中就包括吴志明,港媒动向。 2016年6月号曾披露,中纪委和中组部今年上半年先后约谈了70亿名地方省部级高官,其中包括吴志明,征明,2015年2月号曾报道,1月中旬,中纪委五中全会期间,已被中纪委、中组部召见谈话的收批高管名单中,包括吴志明的,在接受审查期间,他们被要求不准出国的。 报道指,2013年中共中纪委,曾接到实名举报,披露了吴志明设臣良宇案件和江泽民儿子共同犯罪的证据,报道指吴志明,不但身设州正义案件和设保基金大案,更于江泽民长子江绵横卷入上海招呼案,被制为该案幕后黑手,涉及金额高达1.2莫亿元。 2007年9月,华夏报刊登李明成的署名文章,吴志明,上海邦的看家狗指,吴志明是江泽民老婆王也平的侄儿,曾在安徽邦步迭路局,发了18年的倒叉,将泽民掌控上海后,吴调到上海迭路公安局,入党提干,并迅速升为上海公安局长。 陈良宇,陈良宇,落马后,吴志明不但没受牵连出事,还升为上海政法委书记,由于有江泽民撑腰,吴志明交横罚户,2006年,中纪委一百多人的专案,组进驻上海,调查社保基金案。 黄徐,陈良宇,吴志明为,上海LDQUO,谍三角LDQUO,为保谍哥们,吴派了3000警察江中,纪委,专案,组织所,团团包围,向中央示威,同时也警告上海官员不要与中纪委合作,阿波罗网里华民。